楚楚在朝安期间 一直在我手下做事 胆大心细 手艺出众 是名难得的好舞座 王爷说喜欢好看的姑娘 所以我 算了 不过王爷似乎很喜欢我做的乾坤镜 他说 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带我一起去乾坤 这次 一定要好好表现 只是 如归楼的徐掌柜 就像在乾坤的必经之路伏击我们 他到底是什么人 元宜 当分 存察 灵云 去 明冲 这 走 锦鱼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没事 有没有受伤啊 没有 楚楚 你先扶冷院上马车休息一下 大冷院来西南 怎么就带这么点人 这多危险啊 多亏大哥了 前日一接到圣旨 就赶紧往长安方行迎你们 这才刚出关岭县城 就正好遇上你们 这伙人看着像是山匪的打扮 但不是山匪的路数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是如归楼一案的逃犯 我见你刚才伤了他 应该跑不远 我马上派人去追 你放心 有劳大哥了 跟我客套什么 咱俩是兄弟啊 更何况 这还是圣上派给我的任务 那我就不客气了 大哥身上有钱吗 我就带着这些够不够 不够的话我将人回去取 这些就够了 我只是接来看看 即日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想成为真正的高手 就必须要先学会善败 就像我这一刀 我知道我非挨不可了 但是挨得多长多深 还是我说了算 冷姑娘 嗯 王爷说 你的爷爷 是前中到极度史 是比刺史还要大很多很多的官 可你为什么还要行走江湖啊 我喜欢 冷月 冷月 冷月怎么样了 慢点 小心 怎么样了 伤重不重啊 没事儿 就滑泡点皮而已 这还没事儿 都流那么多血了 不行 我要去写封信给我爹 让他从长安请几个名医过来 不是 你有病吧 现在是你有病 你现在去给你爹送信 信从这儿寄到长安 再从长安把名医请到这儿 这一来一回我爸都削了 你让名医看什么 看笑话 靖大少你就削天会儿吧 你看看这手劲儿 像有事儿的人吗 不放心啊 让他打你一顿试试 行了行了 小心上口裂开 一会儿进城 再找个郎中看看吧 不用麻烦 楚楚手艺好 让他多给我换两回药 就好利索了 你呢 我没事 多亏了冷姑娘 大哥 这附近可有歇脚的地方 进城之前 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说 好 坐马车 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半夏姑娘亲自前来 可是公主有什么吩咐啊 公主一直没有王爷的消息 很是担心 想着朝中也许有些阴线 便让奴婢来问问先生 公主实在不必太过担忧啊 不瞒先生 近日 吏部的人来见公主 吏部近日一直在奉旨调查先生 公主担心 是不是王爷出了什么事 连累了先生 吏部的人四处调查我 这 我还真是一点都没有听到风声 不过 眼下冯尚书已追风 朝中也并无大事 想来不会有什么的 秦公主 莫要太过担心此事 若真有与安君王有关的事情 我一定对公主知无不言 如此半下代公主谢过先生 陛下 臣一届书生 素日只与文章笔墨打交道 陛下让臣接任兵部尚书 臣时空难当重任 愧赴皇恩 兵部尚书又不是兵马大元帅 只是负责掌管 补官选任 即兵级兵屑应事务 常议武将充任 那是因为武将更加了解 军中实际情况而已 太宗朝名相来国公杜如慧 不就是以文臣 充任兵部尚书的典礼吗 臣何德何能 其敢与杜来公相提并论 你在兵部事务上 是没有什么经验 不过也不必妄自菲薄 你在汉林学士院 供职也有些年头了 常在狱前行走 也算是朕的进尘 你有多大本事 朕心里明白 让你掌管一个兵部 还不至于难为你吧 陛下 朝中才高德后者重 能认兵部尚书之人 并不在少数 臣自知实非最佳人选 还望陛下三思啊 能当兵部尚书的 的确大有人在 自逢戒死后 这些人明里暗里 没有一日消停过 生怕朕瞧不见他们似的 你呢 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 生怕朕想起你来 朕还偏偏就要把兵部尚书 这个位子让你来坐 陛下 行了 就这么定了 回去等力补文书吧 金宝 奴婢在 把朕赏给薛尚书的宝刀 拿过去 是 恭喜薛尚书 谢陛下赏赐 谢陛下赏赐 老爷 这是前周刺史送来的东西 这是礼丹 您过目 老爷 这是从前周送来的礼物 这个礼章 可是个难得的明白官啊 老爷 小人就不大明白了 您说这前周刺史 他为何隔三差五地 就给长安的几位大人送礼啊 而且啊 他也从来没找您 办过什么事啊 他送这些个东西 到底是图什么呀 这你就不懂了 此人出身危寒 父母早逝 自幼是在寺院里读书长大 兴许是见惯了这陈世间的事态炎良 长大后 是极懂得这俗世里的经营之道啊 原话 事故 知进退 又不贪了 年纪轻轻 就当上了一方刺史 日后 必大有虔诚啊 行了 东西赵丹收下吧 是 老爷 你明天去打听一下 李章还往哪个府里送了这些东西 按原来一样 够些差不多价钱的长安特产 还给他们 是 老爷 老爷 三法司的吴将军来了 让小的务必把这个交给您 就一枚铜钱 这吴将军什么意思 他人呢 吴将军留下这封信就走了 什么也没说 只装要交给您 管家 背车 是 老爷 是 他人呢 还是 我 此地开阔 就在这儿休息吧 好 冷姑娘 你没事吧 没事 要不 你趴在我腿上 这样能舒服点 真没事 真的 你这虚道劲 都快赶上萧锦梨了 萧将军 萧将军刚才也没说什么呀 他才不会对我虚道呢 他的虚道 都只冲着王爷一个人 这么大点的事 都能被他虚道半天 王后你就知道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捧在手心里怕碎了 含在嘴里怕花 那萧将军对王爷 可真好 王爷对萧将军也好 他们兄弟俩从小就不一样 王爷小的时候吧 身体温弱 性子也安静 可萧锦梨呢 就像个猴似的 成天上蹿下跳 有一回 他们正在府里 和花池边玩 萧锦梨一溜烟的功夫 就冲到树上去了 结果啊 一不小心 就掉进池子里了 王爷不会水 但连想都没想 就跳进池里救他 还好那个时候 半夏姑姑 及时听到声音 带人赶了过来 不然他们两兄弟 都没命了 那公主一定狠狠 罚了萧将军吧 罚他倒还是小事 那个时候是早春 水凉得很 王爷在水里受了寒 一直病到夏天 才缓过来 公主揍了萧锦梨一顿 还让人把荷花池填平了 从那以后 萧锦梨就老实多了 也不知道是因为 受了惊吓 还是因为心怀愧疚 反正自打那以后啊 萧锦梨会王爷 就护得特别紧 所以你没事 千万别惹萧锦梨了 我记住了 罗月 没事吧 要不我扶你 我没事 到地了 能动吗 我来扶你吧 我能动 你下去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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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国为节 礼不赐 好 好啊 王佑军的快雪石青帖 笔法远转 起落藏风 云整安稳 李莫此帖难不在自行 而在彼仪 帖中所云 畏果为节 言事情无果 心中欲解 但笔风起落之间 分明可见执笔之人 弃定神贤之情态 你既临出了行 又临出了意 不简单 不简单哪 这些日子一定是花费了一番苦功夫吧 功夫当未花了多少 这纸笔钱可花了不少啊 让老师见笑了 我这儿也有一件奇物 正好请你帮我长长眼 哎呀 老师可莫取笑学生了 这论古文字画 学生倒能说个一样 若论古文珍宝 学生岂敢在老师面前扳门弄斧案 受伤了你 怎么还在这儿 挂回宋去 别动了 去坐呀 好刀法 啊 禅意之歌 剖鲜细微 磊如蝶湖 鲤若散血 轻随风飞 任不转妾 什么 什么血飞啊的 没下血啊 这是六百年前一个王爷 品评鱼片时候说的 意思是 好抵恨 真的吗 那你们就多吃点 锦鱼 你到底想跟我们说什么呀 这里有二十三枚 钳字印铜钱 其中有十八枚是假的 什么 假的 看不出来呀 假的吗 假的这么沉啊 我看看 这私柱铜钱可是要掉脑袋的 谁会干这种硬伤啊 这私柱铜钱可不是小事啊 没点硬底子 这摊子根本就支不起来 潜州这些年安定得很 没听说个有哪号人物 能干点了这事 我在江湖上 也没有听说过 不过锦鱼说在潜州 那肯定就在潜州 不会吧 难不成是潜州刺史 初初 你久居潜州 这位刺史 在潜州民间官胜如何 李刺史可是个好官 要不是他下令拨前给官领县 修桥修路 我们现在都还掉绳索呢 我跟这个潜州刺史 也大无几回教导 人是优化了点 不过也没什么不妥呀 兄长待在身上的 定是军饷 连军饷当中 都有如此多的私柱铜钱 可见此事牵连甚广 李章身为潜州刺史 定难逃干系 我又猜得不错 这位刺史 必已在官领县压 等候我们了 不信 五金赌一军 老习 这个安郡王啊 让吴江把东西送来 却什么话都不说 这是看我们的反应啊 安郡王 这人人都在怀疑之列的作风 连你这位恩师也都不放过 既然如此 想必你也看出 这铜钱中的蹊跷了吧 起初我接到安郡王的铜钱时 我也不明白这是何疑 后来我就找了十余枚 钳字印的铜钱反复比对 才发现这竟然是 这竟然是私注的铜钱 安郡王是你的得意门生 你看此事 安郡王会有如何打算呢 安郡王把铜钱送到京中 并以这种方式交到我们手里 应该是想 看看我们对此事的反应 这倒像安郡王 一贯行事的风格 四驻铜钱一事 历朝皆有发声 西南一带地处偏僻 偏有矿产颇风 在铸甲钱一事上 屡禁不止啊 我倒不担心安郡王 查不到铸甲之所 只是 这铸钱之事 往往与朝中的权贵有所牵连 安郡王严厉不揉沙子的脾气 恐怕捅了马蜂窝而不自知啊 你这话就多虑了 安郡王不是也是权贵吗 安郡王若能时时刻刻知道自己是权贵 那学生我还至于操这个心吗 我倒不担心别的什么权贵 我就怕此事与宦官有牵连 秦鸾久居深宫 很难在千里之外的钱周 只起一个住钱的大摊子呀 那依老师之间 您觉得在千州私住铜钱的 会是何人呢 怎么 你就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听说前日 你要了新上任的 潜州晋奏使到府中小座 难道不是为了调查这铜钱的事吗 不不不 老师误会了 前日请钱周晋奏使小座 是想了解一些有关边疆 州府军政事务的事 跟着铜钱案毫无关系 军政事务 圣上则学生任兵部尚书 那我可要提前恭喜薛尚书了 下官 前周刺使礼章拜见安郡王 听闻安郡王驾临前周 下官特来拜见 如有怠慢之处 还请安郡王海汉 又说给王爷了 李章还真在 下官官领县县令 郑友德拜见 下官官领县县城 谭桂拜见 周府事务繁忙 竟连李次使都惊动了 不敢不敢 安郡王这样说 可遮杀了下官了 行吧 那就按王爷吩咐 办他一回吧 这 这位是 钱中道 节度使 冷大将军的孙女冷月 原来是冷家大小姐 施敬施敬 前周穷乡僻壤 不敢与那长安相比 但二位远来是客 既然已来前周 理应由下官 移进地主之宜啊 对对对 地主之宜 是 安郡王请放心 下官久闻安郡王庆名 断不敢做那语举之事 只是想接正先令的宝弟 在衙门里挺顿便饭 为诸位接风洗尘 一切从前 只求宾主尽欢 还请安郡王万物推辞了 万物推辞 既然这样的话 李次使都已经话说到这儿了 我也不好再推辞了 正好有件事 想向李次使和郑县令 请教一二 不敢不敢 谭县县 快快 风茶 安郡王请 冷姑娘请 请 你尝尝这个 就是呀 这个好吃 快吃 尝尝 吃吧 这不是楚家那丫头吗 是啊 不是说去长安了吗 那几个人一看就是有钱人 可不 你说这些人 怎么会跟楚家丫头在一块 也不知道他在长安都干了些什么 哪能真有衙门要女人的 谁知道呢 说什么楚家丫头呢 什么有钱人 楚河 你还不知道呢 你妹妹回来了 还跟着好些男人呢 我家在那边 穿过这片集市就不远了 你家住的还挺偏啊 楚楚 楚楚 哥 什么人 这是我妹妹 我是她哥 特许 这 这是我哥 出去那么长时间 也不给家里来封信 跟的这些都是什么人啊 快给我过来 哥 他们不是坏人 我还要跟着他们 考武作呢 考什么武作 这些都是什么人啊 哪有这样考武作呢 我 我真的在考武作 跟我走 回去 你就是楚河 王爷怎么连我哥叫什么都知道 你咋知道了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们是从长安来的 我可以让楚楚随你回家 但我们要随你一起回去 等到了你家中 见了你家中长辈 我自然会告诉你 我是什么人 我都不认识你们 凭啥带你们去我家啊 就凭楚楚 随我们从长安 一路来到了这里 你我素妹平生 对我们有戒心是理所当然 但我们也不能轻信了你 她是我妹妹 我是她哥 我凭啥害她呀 哥 他们是帮我的 既然无意害她 那让我们再送她一程 又有何妨 那好吧 我可告诉你们 我们楚家 可是给县衙办事 你们要是打什么歪心思 这郑县令可饶不过你们 哥 别说 相反一路 哥 我给你 楚兄 听楚楚说 楚家世代都是武座 观铃县就我们一家做武座的 你在观铃县打听打听 谁不知道我们楚家呀 如此说来 观铃县县令郑有德 与你们家常有来往 那当然了 郑县令为人 为官如何 郑县令 是个好官 不欺负老百姓 端案也公正 你问这个干什么 初来乍到 随便问问 二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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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走 阿毛 爷爷 爷爷 楚楚 我回来了 爹 楚楚回来了 爷爷 爹 你还知道回来啊 真是整委层了 一去那么久 连个话都不带回家里来 你给我过来 看我不打电 我错 我知道错了 楚楚回来就行了 您别生气了 你别呼着他 你不让他长点技巧 他下回还敢 我不是没有想给家里写信 我是想等武座考过了 连弄好消息一起写给你 你还有理了 你个小丫头骗子 那被人骗了怎么办 被人害了怎么办呢 没人害我 长沿的人都特别好 没人欺负我 我都当过武座了 也填过艳势丹了 就是 就是 还没考过 出道门都学会撒谎了 谁让你当武座呀 谁让你填艳势丹呢 我没撒谎 老先生息怒 楚楚没有说话 我就是让他当武座 填艳势丹的人 你让他当武座啊 那 你是什么人 晚辈是在朝安掌管 刑御事务的官员 这位是我的兄长 前中道节度是 麾下的将军 楚楚在朝安期间 一直在我手下做事 胆大心细 手艺出众 是名难得的好武座 一直听楚楚说 楚家乃是武座世家 家学渊源 此次途经西南来办事 路过此地 特来拜我 你看 这回信了吧 我真的当武座了 爹 朝廷里管刑御的官 我不信 我们这儿没犯什么大事 你朝廷里管刑御的官来做什么呀 再说了 朝廷里来人 那可是大事 那排程 怎么也比刺事大人要大 我们家 可是见过大事面的 别想这么随随便面地糊弄我们 丫头 说实话 你是不是让这些人 帮你来说话呢 怎么说话呢 哥 我说的都是真话 他说的也都是真话 哦 对了 官屏 他有官屏的 楚兄既然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便是拿出官屏 楚兄也要怀疑这官屏的真伪 刑御官向衙门武座自证身份 何须用这些身外之物 方才听楚兄说 官领县执此一家武座 也就是说 但凡所有经过官领县衙办理的命案 都是由楚家负责检验的 可是如此 是啊 怎么了 去年十月十九日 官领县有一桩欠债者 扶胡曼草自杀 诬陷债主的命案 初时郑友德 认为凶手是债主 但案卷报成朝廷不久后 便被驳回重查 发回的案卷中 圈化出欠债者遗孀 多处自相矛盾的证词 郑友德再审欠债者遗孀 才将此案真相大白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还知道前年七月初五 有一桩仇杀 伪装成马贼抢劫杀人的命案 郑友德以马贼杀人 报成朝廷后 亦被驳回 发回的案卷中 批住凶手为 年二十余的本地女子 郑友德重新调查了 数名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后 终将真凶擒获 这案子是我验的 我知道是有这么回事 不过 郑县领收到的朝廷批文写的啥 你咋都知道呢 因为批文是我写的 我一行人来西南办事 未行路方便 便办成商人模样 方才街上人多眼杂 不便与楚雄之言 还望见谅 这回信了吧 小儿楚河 有眼不识泰山 冒犯大人了 还望大人恕罪 恕我不挺自来在心 不必多礼 报 几位大人 赶紧楼上请 丫头 你也跟我来 不是 来 快里边请 请 乡野人家没法跟长安比 您凑合着歇歇脚脚 来 请坐 请 有劳 请 老先生请 坐坐坐 这位大人 我家楚丫头一个女娃娃 真的在长安当舞座了 是的 楚丫头以前没进过衙门 不懂衙门里的规矩 她没犯啥错吧 没有 哦 丫头 你跟哥说 那些朝廷里的大官到底来咱家是干啥的 是不是你犯了什么错 你跟哥说 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 不是 我也不知道 我想给他当舞座 他还在考我 他说 如果他录用我 就会来审核我应考担的身份是否属实 他没有查楚丫头的身份 他们要查楚丫头的身份 他都已经把我送到家里来了 应该就是不想要我了吧 你在说什么哥听不懂啊 哎 没什么 哥 我在外面的时候可想你了 傻丫头 以后不能这样了啊 嗯 楚丫头既然没犯啥错啊 那你给她送到家里了 你来为了啥呀 实不相瞒 晚辈不是要送她回来 只是途经此地 巧遇楚兄 一来 是怕楚楚独自回家 解释不清 要受责罚 二来 是有一件事情 想要登门请教一儿 是 是楚丫头的事啊 晚辈听说 平乐镇原本住着一位巫医 不知此人 现在可还住在此处 你们 你们在说什么巫医啊 哦 就是原先住在咱家后面 总给你讲故事那个人 他 他怎么了 他早就不住这儿了 大概有四五年了吧 是啊 我记得早年呢 他的腿受伤了 行动不便 远近的村民呢 看他自己的腿都治不好 也就信不过他了 再加上他也不愿意做那些装神弄鬼的事 这日子过的呀 比教化的也差不了多少 难得他不嫌弃我们五座家 我经常让楚楚给他拿点吃的 和用的过去 周楚他爹也经常的帮他干些活 采采药啥的 楚丫头对他可信了 他刚走那会儿啊 楚丫头可伤心了 后来就没有人再见过他 没有 早些年极度使派兵 曾在这一带搅过匪 那个时候那个巫医还住这儿吗 在在 我记得那会儿 我还到他家里嘱咐过他呢 说朝廷的兵来搅匪 让他关好门别出来 免得伤着他 那朝廷的兵来 他就没有说些什么 没有啊 对了 我记得他让我走的时候 帮他把院门关延吃了 老先生 晚辈有个不情之情 你是我们的贵客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别客气啊 外面天色已晚 不知老先生 可否让我等一星人 在府上借宿一晚 王爷要住在我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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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相见 在耳边 拂过你的发现 岁月长情一见 任世间遗憾 没有你相伴 多远都走不散 你笑着一秒 借我一生来守候 只为你牵挂着此生未遗留 人未了情未了 终于为了你落脚 能借我一生来依靠 远方的此生的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